可是你要處理一個比較龐大的問題 我是建議就是逐一逐一的把它先細分 細分之後全部串在一起 那執行之後呢 一個問題的結果就OK了 甚至你後面還可以統計分析 把圖表畫出來 全部把它串在一起也可以啦 你可以就是把它接在一起 那主要就是透過一個SUB 後面就是加上call的方法 然後善用那個VBA裡面的那個什麼 除錯的方式啦 我是建議各位 不要一下子就執行到底 執行到底錯了也不知道哪裡出錯 所以有的時候 一般我的習慣是 如果我剛寫完的程式 我一定會設個中斷點 先給它停下來慢慢 再配合F8 逐一逐一去看 然後呢再去觀察一下 我的原來的 預設的那個變數值是不是正確的 如果不正確那你要馬上停下來 不然的話你越寫越一定是越越糟糕的 千萬注意一下不要一下子 有些同學很習慣就一直run到底了 錯了卡在哪裡啊 直接 有時候會問說老師卡住 我想說 這樣我很難看 OK 要是你們也是一樣 最好是 哪個地方可能會出錯 我想你應該會心裡有底吧 OK 這樣的話我覺得寫起程式來 應該也就不會有那麼多的Bug無法解了 因為你自己增加的你應該最清楚 不然你自己連自己增加什麼都不知道的話 那說真的你要解Bug也很困難了 OK 那最後的話當然我們就是在做個統計分析 那個統計分析 我們之前有一個就是前一個階段 初階段的部分有一個就是算那個樂透彩 其實差不多啦 所以我們的需求很簡單 我是希望呢 可以把這些東西也許把它稍微改一下吧 讓它變得漂亮一點 那這地方 把它格式框一下好了 反正這個這個不錯沒關係啦 讓它變漂亮一點點 類似讓它看起來好像比較正式一點 然後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那個機率最高的找出好了 簡單 OK 那當然第一個 你要把排名排出來 排完之後的話 當然有幾個方法 要不就是把這個排名是小於等於7的 它這個的號碼顏色幫我圖一個黃色的底 類似像這樣 有沒有 有沒有小於等於7圖這個顏色 小於等於7圖這個顏色 OK 所以如果你要寫這個程式很簡單嘛 有沒有就是寫一個回圈 加一個邏輯判斷 再加上一個底色變成黃色 所以總共的話應該有五行程式就搞定了 那這個五行程式的話一樣啦 我們把這個程式 把它接在後面好了 就是寫在剛剛的大樂透下載的下方 那我就寫一個格式化 那這個格式化的話 當然這個範圍呢 for i 等於2到50 這個我想你就不用追蹤了啦 為什麼 因為呢 大樂透的號碼 它應該不會變了吧 1到49號這個已經是固定了啦 不會突然說我現在改成1到59號 不會啦 OK 所以呢 理論上這個就不用再改了 當然你說要改可以啦 只是說至少麻煩而已 所以有時候寫程式喔 不要至少麻煩 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 邏輯判斷 如果喔 哪一個地方呢 哪一個欄位 C欄 OK 所以喔 一般寫這樣喔 所以喔 如果假設 如果 這邊的話 如果什麼條件呢 這個儲存格 這一列有沒有 這一欄 所以一般我們寫成那個Sales 哪一列呢 第i列 哪一欄的話 然後理論上我會把它放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C的話 指的是喔 哪一欄 這第幾個啦 所以列的 因為這個會變動嘛 所以它會C2 先比一下 再來是C3 那我要比什麼 把這個資料 這個指的是它裡面的資料 9 有沒有 4 如果是小於等於7的話 然後 然後做什麼 OK 這樣 Enter兩下打一個Endif OK 那這個結構先把它打 打完之後的話 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你就在這個If跟Endif中間做那件事 就是要把它的底色 底色的話呢 如果你要寫的話 一般是用Sales 是 底色的話 點Interior Interior 所以你打一個In 這邊會提示 Interior 這個 記得喔 你打完Interior之後的話 請你在這個瓜糊裡面喔 記得要把它加回來喔 哪一個 儲存格喔 如果你沒有加變 它所有底色 都變黃色 Interior 點Color 這邊再加一下 點Color 等於顏色我前面講過RGB 反正在VPA裡面呢 只要跟顏色有關的喔 你就用RGB 那如果黃色的話呢 那就是 什麼呢 你這邊可以 其他色彩 黃色 自定一下 255 2550 所以你把這個數字呢 填到 這個 RGB的裡面 255 豆點 這樣的黃色 OK 好 那就寫完了 所以呢 再來就清除 清除其實是把這一段 複製過來改 然後把它改成沒有 所以這個是黃色 這個是沒有顏色 所以把顏色拿掉 有沒有 顏色去掉 那這個的話呢 就是把 顏色加上去的 但是我剛剛都有寫一個地方 為什麼 全部的儲存格 通通變成黃色 因為我漏了什麼呢 把 同一列的A藍 所以 同一列的A藍 再補一下 所以忘了補的話 變成全部的 的A藍 有沒有 同一列的A藍 變成黃色 這是什麼 沒關係 把它全選一下 然後把它的油漆筒 有沒有 改成沒有顏色 其實 如果PPA 叫XLNUN 可是 在 Itself裡面就是 無填滿 OK XLNUN 當然 你說老師 如果我不要用無填滿 我可不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用白色 其實白色可不可以 其實白色理論上也是可以 可是 我們實際的經驗 發現 白色有的時候也會出錯 所以白色不等於沒有顏色 所以這個地方我是比較建議 該怎麼做還是怎麼做吧 所以這邊的話應該是無填滿 然後這個我把它再填回去 因為本來這邊好像 原來是那個黃底 我把它加一下 好 這樣OK之後的話 執行一下 所以這邊的話 再把那個顏色加一下 所以 當然啦 理論上應該是逐一跑 F8慢慢跑 有沒有 像這個 是不是9號 所以你油不要放上去9 有沒有小於等於7 所以你把它選起來 這邊會出現False False就跳過去 然後再來 下一個應該是4號 所以 這個取得的資料應該是4 裡面的值應該是4 4有沒有小於等於7 理論它會跟你講是True True的話表示呢 它會進到下一個 這個儲存格 那它會把同一列 有沒有 同一列嘛 第三列 A藍 所以喔 它會填顏色 不是填同樣的C 不是這個 而是填它前面這一個 這底色變成黃色 OK 其他都一樣 所以執行一下 那同樣的方式喔 假如說呢 我想要 我想要的效果 並不是說填個顏色 因為填顏色雖然也OK 但是有個缺點 就是你要捲動 捲動到下面才可以看到號碼 但是如果假設 我希望更貼心一點應該是什麼 把這個小於等於7 裡面的號碼 直接乾脆幫我複製到 這個D2 D3 D4 一直往下放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有沒有 所以喔 理論上應該是取得這個2 然後把它摳過來 所以要怎麼樣可以剛好 可以把取得的號碼喔 直接把它抓到這邊來 有沒有 所以這個應該是抓2號先放 然後再往下應該這個應該在8號 8號再放到它下面 所以會有個問題喔 第一次應該是放在D2 第二次放D3 一直往下 就是等於是有點是需要一個變數 因為假設K好了 K第一次等於2 當他已經放了一個資料之後的話 他應該要K等於K加1 所以要怎麼寫喔 那當然你們可以試試看 這個格式化如果會寫的話 其實前七名應該也會寫 差別只是說 一個是把它的底色變成黃色 一個是改成 把 改黃色呢 把它改成就是把資料call到這邊來 OK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寫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格式化的部分呢 試試看 那這個格式化 我應該是有把它放在雲端上喔 所以你們可以看雲端版本第12頁吧 就這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OK Sur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